我們看這一題 A這個條件機率是0.3 在B發生的情況底下A的機率是0.3 那PA也是0.3 那一看的話我們曉得 A跟B是互相獨立的 就是說A發生的機率跟B有沒有發生呢 是無關的 也就是說A它發生的機率跟B到底有沒有發生 它是無關的 也就是說A跟B它是獨立的 A交D是等到A這個事件乘以B這個事件 那我們可以驗證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P PA在B成立的情況底下 這個是等於PB P呢 A交D 現在這個是0.3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是0.4 這是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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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什麼呢 這個P A交D 是等於0.3 乘以0.4 但是呢 0.3 這個0.3 跟什麼呢 跟PA的機率是一樣的 乘以PB 所以的話 PA交D是等於PA乘PB 也就是說 A它有沒有發生 跟B有沒有發生是無關的 也就是說A跟B是互相獨立的 那A跟B互相獨立的話 那麼B的古籍 跟A的話也是互相獨立的 那也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等於是PB P' 就B'它有沒有發生 跟A有沒有發生 是什麼呢 是無關的 也就是說直接是等於PB' PB' 那PB' 是等於E減掉PB 那這E減掉PB是等於0.4 所以這是0.6 所以答案的話呢 是0.6